以斯铁记第四章 穆迪改知道了发生的一切事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披上麻衣 洒上灰尘 出到城中 大声痛哭地呼叫 他到了玉门前 就停住 因为身穿麻衣的 不可以进玉门 王的玉址和命令 传到的各省各地 犹大人都大大悲哀 进食 哭泣 悲伤 许多人披上麻衣 躺在灰尘中 以斯铁的卑女 何太监 把这事告诉以斯铁 王后就非常惊慌 就派人送衣服 给莫迪改穿着 要她脱下麻衣 她却不接受 以斯铁就把王派来 侍候她的一个太监 哈塔格 召了来 吩咐她到莫迪改那里去 探听 这是什么一回事 又是为了什么缘故 于是哈塔格 出到玉门前的广场 去见莫迪改 莫迪改 把她遭遇的一切事 以及哈曼 为灭尽尤大人 答应捐银给王库的数目 都告诉了她 莫迪改 又把在书山城 颁布要毁灭尤大人的 玉纸抽本 交给了哈塔格 要她给以斯铁看 并且要给她说明 吩咐她进宫建王 向王求情 为自己的族人 在王面前砍求 哈塔格回来 把莫迪改的话 都告诉了以斯铁 以斯铁把以下的话 告诉哈塔格 又吩咐她 回复莫迪改说 王所有的臣仆 和各省的人民 都知道有一条法令 无论男女 没有奉照 就善入内院去见王的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 赐他免死 一律要处以死刑 现在 我没有奉照 进去见王 已经三十天了 哈塔格 把以斯铁的话 都告诉莫迪改 莫迪改叫人 回复以斯铁说 你不要心里想 你在王宫里 比所有的犹大人 都安全 这时 你若是兼末不言 犹大人 必会从别的地方 得着解救 那时 你和你的父家 就必灭亡 谁知 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了挽救 现金的危机吗 以斯铁吩咐人 回复莫迪改说 你要去 把书山城 所有的犹大人 都召集起来 为我进食三天 就是三日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卑女 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 我就为力 进去见王 我若是死 就死吧 于是 莫迪改离开了 照着以斯铁 吩咐的一切去行